終於要煙燻了 快可以吃了對不對 對對對 這樣掛就可以了 對對 掛上去 再來 再來 要掛幾個 多密啊 四個 四個啊 對 四個 開一點沒關係 四個 因為我們16片而已 這樣就好了 旁邊的四片就好了 輕輕鬆鬆的 嗯 再一個 對 從這邊過 嗯 哈 終於蓋起來了 嗯 那這樣子蓋完之後 我們要等多久啊 差不多四十分鐘到五十分鐘 四十分鐘到五十分鐘 四十分鐘到五十分鐘 五十對 現在準備吃午餐 那我們這個魚 其實有四種吃法 一魚四吃 當然剛剛有我們的煙燻 那現在 我們這邊有一個Sashimi 師傅在這邊 然後這邊是要用煎的 魚排 然後那邊是把頭跟那個 一些骨頭 還有標 還有魚卵 然後去做一個湯 這樣子就一魚四吃 除此以外 這裡煮飯最幸福的事情就是 可以忘記海 你知道這邊 一邊料理 一邊看這邊的海 海邊的那個味道 就會從那個風這樣子帶過來啊 非常的舒服 涼爽 今天最有趣的是 看兩個夫妻的互動 然後又可以把很多 非常天然啊 自然新鮮的食材 很生活感的把它們組合在一起 其實看他們那個做菜的時候 有點像雙手 有一個是右手 一個是左手 然後就是一直在互相配合 都不會撞到鼻子啊 開火隨上去 其實也不用溝通 就是東西就自然而成就成形了 好可以開吃 本來就說就小吃一點啊 怎麼變那個一桌的美味啊 而且還有一個傳統的方式 這個傳統方式是什麼 我們叫哈囊 哈囊 冷水 跟魚 鹽巴辣椒 這樣吃 好吃嗎 有習慣 可以耶 不會辣耶 喔它的辣在後面 來了來了 比較慢 然後這就是魚排嗎 對對乾淨 煎好了 哇這個好好吃耶 這個吃起來有點像鮪魚 對在鮪魚跟鮪魚之間 然後這個 因為它的肉 是比較紮實的 是喔 對 它是要攪的 比我們平常的神魚片 都餵魚再好吃一點點 它的價值高了 它的價值高 因為它那個海的味道 真的是吃得出來啊 應該是新鮮的問題 對對對 應該是新鮮的問題 然後我發現呢 好像在桌上的魚是 魚肉好像比青菜還要多 平常我們是青菜比較多 魚肉會比較少 因為魚肉很貴啊 所以我們只吃得起龍蝦 九孔吃不起青菜 真的啊 好妙啊 怎麼回到架子的一個地方 對 我們宵夜都是吃龍蝦 天下都會獵錢 都會下去 看到什麼就抓著 常常看到東西嗎 會回來空手嗎 不可能空手 不可能空手 又回來了 那你很厲害喔 可以吃了吧 驗收成果 驗收成果 開囉 好 香 感覺 心得很乾喔 41個 真的啊 可以吃啊 好啊好啊 之前是旁邊這樣吃 這樣子啊 對 鹹度OK吧 會不會太鹹 不會太鹹 這個 剛好 水分比較少比較香 對 但是其實吃起來比較有咬勁 在雞肉跟魷魚絲之間 魷魚絲的那種海味 但是它的那個口感有一點點雞肉 差不多 這塊好像是雞胸肉 雞胸肉 存到半年都沒有問題啊 半年 對 直接拿來那個 蒸 不是煮湯 把它撕一撕跟野菜一起煮湯 這樣 所以說我們這個煙燻的這個 圓滿成功啦 對 成果就是這麼漂亮 這個你會自己打包回去喔 好 煙燻炸帶魚 成功